來 會是大學 大學說什麼 六三吃 六三水啦 你通常是講六三吃 六三肥 六三肥 對 對不對 六三肥 但今天我們要給大家看這種 非常特異的人類 有一個調查是說 情人吵架的導火線到底是什麼 生活習慣太差就占了44%了 是 比如說還有這個習慣性的 不掀馬桶蓋或不幫忙做家 是啊 其實家裡面我覺得 當然要比較整齊清潔 可是就是說 像我們家 是 很多鄰居來都會想幫忙打掃 這麼亂了現在 怎麼可能 不是亂 就是說東西真的很多 因為小孩的東西 你玩具是不可能說 收到地下室或哪裡 他每天都要玩啊 所以這有時候我覺得還是有分 但今天我們講的是 他明明可以乾淨的 但他不要喔 他不要 而且還都是納豆的菜喔 唉唷 聽說都很可愛 聽說都很可愛 對啊 這個對你來說 會不會很難以選擇 我們盡量不去看那一面 喔 就是如果他真的很可愛 比賽的時候再找他 我們就接受到可愛這一面就好 喔 好 請問大學生啦 如果硬要選 一個是有潔癖 一個是很髒亂 你會選哪一個 威哥啦 真的髒亂沒辦法忍受 那如果潔癖的話 代表他還很注重他的個人習慣 個人衛生 然後這樣在一起就會很舒服 可是如果潔癖的人 是就是你們站在激情的時候 他一抓就 喔 頭皮屑 你先去洗吧 如果他是這麼潔癖呢 會打斷很多你們的親密的 激情時刻 那可能就要再考慮一下了 你情願髒亂 對 那我要問問看大家 就是正妹的哪一些行為 會讓妳對她外表扣分 某某妳寫的這些是妳有的 完全 我完全沒有耶 我有解釋 嚇到一點 不是 我不是我 是我朋友啊 就是他 就長得漂漂亮亮端端正正 然後可是他卻 完全都包含在那邊 還有很多我寫不下 就是打嗝啊什麼 就是打嗝不污嘴巴 就是很多 現在有女大生 會在大家吃飯的場所 這樣摳牙摳 會啊 會啊 有啊 而且她打嗝超大 小優 小優是女生嗎 又不是女的 有女的 就很多還是有女生 就是不住這種形象 那翻白眼呢 翻白眼很正常好嗎 我們今天呢 其實節目請來幾位 就是外表光鮮亮麗 但是她們的生活呢 可能跟大家想的不是太一樣 或是跟她外表有一點點出入 所謂的髒美女嗎 對 那我們這個請來這位來賓 她從香港來 不是… 我剛剛檢查過了 不是 她是從香港來的 我們讓她看一下 我們台灣的髒美女這個 讓她見識一下 歡迎我們鄧紫棋 歡迎 大家好 請問一下妳這個外表 就是光鮮亮麗 然後演藝工作也是這樣 光鮮亮麗 那私底下的妳生活習慣 私底下的我其實有一點很糊塗 第一天來台灣的時候呢 就吃那個咖哩飯 在飯店吃咖哩飯 然後呢就整個咖哩飯倒翻 倒了 倒了 對 倒翻了 然後呢整個地毯都是咖哩 然後我就自己擦 因為我怕他們家我付錢 然後擦了很久 還是有那些黃黃的 我就拿了一個毛巾 就把它蓋住 就當作沒這件事情 對啊 還好啦 這感覺意外 對 意外 意外 對 但是這個今天是不是有帶來你的歌曲 對啊 來 我們聽一下 好 什麼歌 什麼歌 這首歌叫寫不完的溫柔 好 好 還記得我曾經 天真相信 還能永無真情 永遠不要分離 說得真心 只不過太年輕 原來愛情就像寫一首歌一樣 需要靈感 感覺變淡 就寫不完不能勉強 可是有一種感受 一直是熱在心頭 最後我卻看不了空 我的心在顫抖 你真是最溫柔 剛欣賞的酒也在顫抖 其實該不該分手 我在顫抖 最可惜的理由 是你怎麼能懂 分開之後 一樣的溫柔 我的心在顫抖 你真是最溫柔 你剛欣賞的酒也在顫抖 其實該不該分手 我在顫抖 最可惜的溫柔 怎麼能夠分開時候 依然溫柔 好好聽 對不對 才十八歲而已耶 差不多好聽 好會唱喔 但很主機 在香港有沒有發過片 有啊 發幾張在香港 發了一張EP還有一張完整的專輯 對 所以很厲害了 真的太厲害了 年紀輕輕這麼會唱 今天我們還有另外四位 應該比你厲害喔 不是… 在骯髒界 骯髒界 好厲害 今天我們這個四位髒美女 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位 她這個居住的環境的照片 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要搬家嗎 真的還假的 而且她的衣服是放在琉璃台上耶 那是琉璃台喔 對啊 這裡還有一個水槽 對 有水槽耶 對 她衣服是放在那的 裡面有帽子什麼的 所以那個紙箱裡 應該有一把芹菜吧 感覺真的有味道的 全部混在一起的感覺 來 這個各位來先想像一下 大概什麼樣的女生 住這樣子的房間 Momo妳覺得 其實好像跟我房間有點像 因為我房間 妳說妳有潔癖 不是 因為我房間 對 妳說妳有潔癖 不是… 我是衣服很多而已 可是我都會就是 用那個盒子或袋子裝起來 然後就一疊… 越疊越高 就跟傘一樣多 差不多就像這樣 我們直接這個 請我們第一位這個女大生 時間大學服裝設計系的 拖線 我們來歡迎大家